日本自民党参议员朱口邦子 位于东京巨蛋附近的住家 二十七日晚间发生大火 事发当时朱口邦子与小女儿 都因工作外出逃过一劫 就那人园在屋内厨房附近 发现两人倒卧 一人当场死亡 一人送一不治 研判就是朱口邦子的八十岁丈夫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朱口孝 以及三十三岁长女 邻居说一度听到有人呼救 无法确定是男是女 更有对面公寓民众募集 在烈焰冲天的火场中 竟有一诡异女子身影 不畏高温 手握宝特瓶之类的物体 伸展双手像在跳舞 诡异画面引起热议 但有不少网友推测 这名女子疑似就是 患有精神障碍的长女 最后和父亲双双葬身火枯 而外界也好奇 这场火为何竟花了超过八小时 才扑灭 这起火灾棘首之处 除了位置还有格局 起火点在顶楼又只有一户 缺乏墙壁阻隔 燃烧范围更广 日媒翻出17年前 到诸口议员家拍摄的画面 家中有大量藏书 且玄关与电梯直接相连 若火灾发生当时 室内维持相同状态 调查人员研判火势是从室内燃起 但没有暖炉等设备 也没发现泼洒油类物质的明显痕迹 初步排除纵火可能 正持续厘清夺命恶火的原因 三连新闻可以还报导 中央 中央 中央